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由不获神明学院主办的老爸老妈来上课 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影片呢 是我们去年第一届不获了灵精神奖 我们十位得主 去年诞生了十位得主 我们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很多 那不晓得今年我们十月二号 又会诞生几位不获了灵精神奖的得主呢 我们非常期待各界朋友来为自己身边六十岁以上的长辈 来提名申请一起来角逐 这个第二届不获了灵精神奖 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有更多更多的长辈 可以给我们学习我们后辈学习 让他们的精神可以发扬 让我们的后辈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学习 跟这个种子去发芽 好期待大家来报名提名 那我们的详情呢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不获面子书去看 那这个详情还有这个提名表格都在我们不获面子书了 好那今天是星期三 我们一样要来上课 那今天我们要跟 又一个月不见的我们的网家会营养师来上课来学习了 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老师放上来的这个PPT 大家就看到了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菌菇 到底要怎么吃比较好呢 马上请出嘉惠老师 有请 哈喽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Mushroom菌菇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其实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的食谱里面 我们的料理里面都经常会出现各种不同种类的菌菇 还有不同的烹饪方法 那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说 好像吃了菌菇过后觉得自己的消化不好 有吗 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说 哎呀菌菇不要吃那么多 会消化不良等等的那种问题 那我们就以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以一个营养的角度 营养学的一个角度 它的营养价值 然后呢还有就是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会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它 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吃到很多呢 就因为好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要很大量的吃呢 还是就是那个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营养的一个概念 运用在生活当中的话 它是不是一定要很大量才会达到效果 等等的这些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发问题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经常都会接触到的 一种食材 好 那我现在就直接进入正题了 其实呢在营养学里面呢 我们会把菌菇类 这个家族 各种各样的菌菇 我们把它称为超级食物的一个大家族 OK 那它可以有很便宜的菌菇 也可以有很贵的 比如说像林姿啊 这些就就是很贵 但是它其实也是属于菌菇类 那我们 平时在市场上买到的 用来做烹饪的 其实也不会很贵 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去用它的 那这张图呢 就会让大家看到 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菌菇 而且也会经常出现在不同的食谱当中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烹饪的一个方法 对于菌菇烹饪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闷 这个呢是我们华人的料理里面出现的比较多的 那闷的意思是我们要 当然如果很多时候我们买到的菌菇都是干品 也就是已经晒干的 因为要晒干过后才比较好保存 才可以保存比较长时间 那我们在吃煮这个菌菇之前呢 我们通常干品呢 我们一定会做浸泡的 然后就让它发开来 软软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烹饪了 那如果你是买到新鲜的 不是干品的菌菇的话 其实就不需要做浸泡这个动作 洗干净然后就可以烹饪了 那第一种经常见的烹饪方法就是这个闷 那我们浸泡好了过后 我们就会切片 有时候甚至一大颗像这个香菇一大颗 然后我们就去闷 那闷的时间是 主要是用水或者是用酱汁 搭配其他的食材 然后闷就是煮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其实 闷呢可以说是 比较适合用来烹饪菌菇的一种方法 因为呢 菌菇类它的那个结构 还有它的营养 有很高的很丰富的蛋白质的结构 那么还有很高的纤维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你闷得不够久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很难消化它 如果你闷久了过后呢 你才可以真正的获得它里面的营养价值 OK所以闷是我比较推荐的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滚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去吃火锅 我们就刷很多东西 有肉啊有菜 那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灰菇啊 或者是蘑菇 我们也就是放进去那个热汤 然后就刷一下 我们就很快的滚一下就吃了 像金针菇也是这样 那其实呢 这种滚烫的一个 一个烹饪的方法呢 我个人认为呢 虽然它还是软软的 吃起来好像很OK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要获得 军菇的营养价值的话 我觉得滚的这个方法 还不够 还不够久 还不够熟 然后如果我们看一些老外的料理的话 我们会看到 他们很喜欢就烤 烤 或者是用那个烤 就是用火 就是BBQ OK 就好像沙爹一样 那烘呢 就是用那个Oven OK 就以一个高温去烘它 那当然烤和烘呢 它的香气 是不是比焖和滚来的浓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就是可能你打开这个Oven 或者是烤好了过后 哇 那个香气很香 然后就很吸引我们去吃它 但是其实这种高温 再加上一个比较快的形式呢 其实也比较难去消化的 当我们吃了烤或者是烘的香菇 相比焖的菌菇类来说呢 它其实不太 还是有消化的一个问题的 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 那可能吃多了也会比较脏 然后最后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蒸 比如说我们蒸鱼啊 蒸鸡 可能我们就会切片一些不同的菇类啊 或者香菇 猴头菇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蒸的动作 那我个人就觉得 蒸和这个滚也是一样的 它就是属于比较 就是最多就是100度嘛 因为水的温度滚起来就100度 那个鱼蒸熟了 我们的香菇也就一起吃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不够长的哦 时间上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体验一下 你如果真的是把菌菇焖够久的之后呢 能不能感受到我接下来要讲的 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营养的价值 好 那所以呢 像我自己的话 我在家的话 我就很喜欢用水草蔬菜 或者是水草面条这样子 那我通常呢 我就会 如果我用香菇的话 或者是其他的菇类 我就会把它 在这个锅里面放水 滚了很久很久 其实我是很多时候 我是阿嘎嘎 我没有说一个很固定的师傅 我也没有说固定 我一定要滚多久 因为我要看我放的量啊 还有 所以我就会经常去 去看一看 它就是够软了 像如果就 如果我觉得它还不够软 我就会继续再多闷一下 这样子 那我闷好了之后呢 我就会把菜啊 面条放进去 用那个水 就那个水 基本上已经很像香菇的味道了 然后又去炒我的菜 或者是面这样子 然后呢 我也经常会蹲 这个蹲呢 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我一般来说呢 一定会浸泡 肝品一定是要浸泡的 然后浸泡到它湿透了 软透了 然后才来用水焖 所以像这种都是 我用一个 就是热水 让它滚得很软很软很软了 过后呢 我就把我的菜 放上去炒这样子 所以呢 整个那个菇的香气 就会比较好的 融入到菜当中 然后最后我才放盐和下油的 最后我才放一些油 然后再翻炒一下 然后就可以上桌了 所以各种各样的菌菇类 基本上我都是 最简单的一个 懒人的组法 就是这样子 那先看一下 我跟各种不同菌菇的一个 渊源 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经验 那大概八年前吧 我在营养学院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营养学院就举办了一个 台湾的有机农场的一个 一个tour 一个参观团这样子 那当中有一个行程呢 就去了一家有机的营养农场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在农场里面拍的照片 那基本上呢 那个所谓的农场 其实它是一个室内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一种环境 比如说它的湿度啊 它不能够很热啊 它要有很多的水气 在空气中 这个云耳呢 才能够很好的生长 那云耳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把 其实云耳也有分几种 一般上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吃 那个炸肉的话 OK 客家炸肉 它一般会搭那个黑木耳 对吗 那这那种黑木耳呢 我们咬下去的时候 是有点矫静的 OK 就不是很软 有点矫静的 这个它是属于一个黑木耳的大家族 但是它里面呢 有另外一种叫云耳的 它就相对来说比较软的 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照片 那当时这个农场就是生长这个云耳的 OK 那密密麻麻全部都是云耳黑黑色 所以里面因为灯光不是很亮 所以也拍的照片也比较暗 很美很美 很漂亮 很新鲜的有机云耳的一个农场 那我们呢 就有机会只自己摘 就是我们一个人有一个盒子 就自己当场就把有机的云耳摘下来 就是左上角的这张图好新鲜好新鲜 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干瓶 就算我们看到是新鲜的云耳呢 它其实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片 OK 那右下角这张图就是我的手抓住其中一朵云耳的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哇 它真的好大颗 很美的 而且它是软软的 OK 那通常呢 OK 后来呢 几年前我就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有机农场 我也找得到 本地栽种的这个云耳 也是很漂亮 它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几年前拍的照片 那云耳我们通常 大家会想到云耳 会想到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降血压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老人家想要降血压 就会用云耳 那我自己是怎么做呢 这个这张图是一个干瓶来的 那如果我们买到干瓶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阴阴的 然后你会看到它两边的颜色不一样 一边是黑色的 另外一边是比较浅色的 这个就是干瓶 那我们浸泡过后呢 它就张开来 就发到很大片 当时这个是我在 我自己做的一个排毒营里面 我就有做这个云耳给大家 那发开来就很新鲜 就好像跟刚才我们手上拿的 那个很新鲜的云耳就很接近了 所以这是生长得比较好的一个云耳 那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也蛮好 我看到这些我就特别高兴 就会很喜欢去用它来做烹饪 那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说当我真的是煮的 把它煮得很透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前面我说 我都一般都会跟它来炒菜 如果我在用水去滚这个云耳 没有滚得很久的情况底下 然后我就去炒我的菜 然后我们全家人就吃了 其实我就不会有太大的什么感觉的 但是如果呢 我真的把这个云耳滚得很熟了 过后我把菜放进去炒了过后 然后我们全家人吃完那盘菜 因为我的血压不是很高 那我就发现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好像有点晕的感觉 我就知道我吃多了这个云耳 血压偏低的朋友 如果吃多了云耳的话 他可能会有点晕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但是血压高的朋友 这样子吃的话 对他来说是OK的 所以呢 有时候是量 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煮的时候 如果你煮得好的话 它的效果就会出来 所以现在呢 我就体验到了 我就告诉我说 我的云耳 我就不适合吃太多 但是我还是会吃它 因为它会有不同的其他的一些营养价值 那这里呢 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方法 尤其是有血压高的朋友 你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这个云耳你浸泡好了过后呢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一个blender 就是搅拌机 搅拌机之后呢 你就搅拌它 blend到它滑滑的 所以大概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搅拌的不够久呢 它不会滑的 所以你要搅拌到它滑 而且你听那个声音 你会听得出来 因为如果那个 就是这个 当然要放水 就是把这个有机的黑木耳放进去 有机的云耳放进去 然后再加水去blend blend到它的声音会变得 然后它会变得 比较沉的一个声音 然后你观察它的质感的话 它会变得很滑的 滑滑 我们英文说slimy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你就把它倒出来 在这个盾中里面倒出来 然后呢 隔水去蹲它 现在都很方便 蹲中里面呢 就是你要蹲的食物 然后旁边呢 就是放水 隔水去蹲 大概蹲两个小时 之后呢 就把它倒出来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去喝它 那我这个做的 我是没能够喝其他的食材的 那你其实可以放 比如说红枣 放一些姜片 一起去蹲 你甚至可以放 一些干草啊 什么其他的 你想要的一些调味都OK的 那我自己是没有放任何东西 我也没有放糖 OK 那就这样子 慢慢的把它喝下去 其实就这么样子的一碗呢 它那个降血压的效果 我觉得是蛮明显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试 那当然我不建议大家每天都喝 我怕你会 就是血压太低 还是 或者是那个含性太 太含了 可能一个星期 你可以喝两次三次这样子 如果说你有血压高的问题 然后你想调理的话 或者是说你有胆固醇高的问题 你要降胆固醇 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OK 但是就不要太频密 那整体来说 这种云耳呢 它是属于一个黑木耳的 一个家族里面的其中一种品种 那它有些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它可以降血压 那其实它也是有高蛋白质的 所以它可以成为素食者 或者是说我们平常 如果说我们想要减少吃肉类 但是我们也要 make sure说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是足够的 那其实均补就可以出现在 我们的料理当中 那黑木耳或者是云耳来说呢 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是高的 然后它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也有很多的水溶性纤维 这些水溶性纤维就是刚才我们 我的那个食谱里面 就是我们做搅拌了够久的时候 它会变成黏黏稠稠的感觉 也就是说那个水溶性纤维 已经和水黏在一起了 所以呢 它就有那种这样子 黏黏的滑滑的那种质感 这个时候我们吃下去呢 对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保养 是蛮好的 所以呢 它也可以起到降胆固醇的一个功效 因为水溶性纤维呢 在我们肠道里面 它就会黏着多余的胆固醇 那胆固醇从哪里来呢 可以是从我们的食物吃进去 也可以是我们的肝脏和胆囊 当我们吃东西 肝脏和胆囊就会释放胆汁 那胆汁里面也会带有胆固醇 一起排出来在我们的肠道 如果我们的食物有足够的水溶性纤维的话呢 这些水溶性纤维就会把这些胆汁黏着 然后变成粪便 把它排出我们的体外 也就起到一个降胆固醇的一个功效 所以对肝脏的保养也是很好的 它也可以抗凝血 这个就是对有血压高的问题的朋友 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了 那如果是再强调一次 如果是血压都是偏低的 就真的不要经常这样子做 可能你偶尔做一次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太频密的话呢 你就会经常就是很容易晕晕这样子 因为血压比较低 那除了有上面的这些效果以外呢 其实各种的菌菇 都有含很丰富的矿物质 所以像钙质 铃和铁质也是很好 所以对我们要补钙 补铁的人来说 其实菌菇也是可以用的其中一种食材 但是我这里不是建议说你只用它 其实铁质 钙质的食材都有很多 很多的蔬菜啊 就是根茎类的食材 还有就是肉类啊 坚果都有 那我们把菌菇纳入作为我们 每个礼拜食材的其中一部分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做到完整均衡 然后食材的多样化 我并不是推就是叫大家说 只是依赖这个去摄取钙质和铁质 因为它你如果过量的服用的话 也会有一些问题的 就比如说血压低的这种问题 那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矿物质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一些肾结石或者是胆结石的话呢 或者说你要预防肾结石 胆结石 其实你经常吃这个云耳的话呢 也可以有帮助的 这个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用它来治疗 大家要就是理解说 我们食疗和医疗是互补的 OK 并不是说只是用这个 那如果你有这些情况的话 你想要个别咨询的话 也可以另外的问我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里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general的 并不是一个general的建议说 大家一定用这个方法就行 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你想要咨询除了得到医疗协助以外 你想要知道可以怎么去更好的 从食疗上帮助的话 你也可以另外的 就是咨询我也是OK的 好 这里就关于云耳 那这张图呢 大家来看一下 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菌菇吗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你们可以打在那个 那个chain room里面 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的话 或者是你怀疑它是什么的话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上 很难找到新鲜的这种菌菇 但是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吃过的 只不过你们吃过的 大部分都是甘品而已 然后它的长相就会有不一样 对 有朋友说是猴头菇 对的 这是很新鲜很新鲜的猴头菇 基本上是直接摘种 摘种好了摘下来 然后就包装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冰厨 这个是还没有晒干的 好新鲜好新鲜 很好吃 一般上我们吃的猴头菇都是甘品 然后要处理甘品就比较麻烦了 要浸泡 然后它又油油腻腻的 可能要白灼一下这样子 但是这个新鲜的话呢 基本上就好像金针菇一样 你洗干净了 然后直接放在那个水里面 焖它 滚它 然后就再放一些菜啊 或者是面条啊什么去炒一下 或者是你在煮一个汤面的时候 你就把它掰开 然后就放在那个汤面上面滚一下 然后再下面调啊 蔬菜啊等等 然后就可以吃了 就相比甘品的猴头菇来说 它就非常非常的直接 非常简单可以用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好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 见到这么新鲜的 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但是呢要记得放冰厨 而且也不能够保留的太久 因为它会比较快坏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张照片 就比较可以仔细的看到 哇 好漂亮对吗 它的那个跟甘品是完全是 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看到这个就很高兴了 就会买来吃 这个就是新鲜的猴头菇 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有机农场生产的 好 那猴头菇的功效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同样的大家要记得 所有的菌菇类蛋白质都是一个来源 那所以提供蛋白质 还有抗氧化剂 还有水溶性纤维 这三个是所有的菌菇类都有的 OK 所以你要降胆固存 或者是说让肠道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经常有便秘的问题 你想要自己更好的排便的话 菌菇真的是很好用 但是条件是什么呢 大家记得吗 我刚才前面一直强调的 就是要煮的够久 那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水溶性纤维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呢 我家人 如果我把菌菇都闷得够久过后再煮的话呢 通常吃了那顿饭过后 第二天的排便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每一个人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 就是昨晚吃了菌菇 今早的排便就非常的顺畅 而且很多就很有满足感的那种 那如果你吃到有这种效果 就表示你烹饪菌菇的方法是做对了 OK 因为它有这个水溶性的纤维 那针对这个金针菇来说 不是金针菇 这个猴头菇来说的话呢 它对肠道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它对于像有亏扬的这种问题是很好的 或者是说消化不好 经常会很难消化 可能一吃的东西就会脏气 其实就是之前有在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平台 有分享过的一位 在中国的一个营养 一位营养师 就是基链营养师 如果大家还记得他的话 它其实就是之前好多年前 它就有这个比较多的那个消化道的问题 然后呢 它当时就跟着一个教授做一些研究 然后他们就研究猴头菇 那就发现猴头菇对这个消化的肠道很好 那它因为有这个问题嘛 它就拿猴头菇煮水喝 然后就真的感受到那个效果 那当然猴头菇只是煮水喝就很单调 那如果我们把它入菜的话 就就就就就很好吃 然后也会比较有 就说不会很boring 那我们也同时可以获得它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个是猴头菇对肠道特别好的 另外呢 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智力 就是我们的脑部的那个 就是预防退化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 经常吃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主要是里面的一些抗氧化剂 然后它对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都有一个保护 也是因为抗氧化剂和水溶性纤维的原因 所以这个是猴头菇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呢 有一个我家里经常会煮的 基本上呢 我每一个礼拜我都会煮一到两次的 就是银饿 然后呢 我是用蹲的 我就是隔水蹲 那为什么我会用到一到两次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容易发热气的人 我是阴虚的体质 那如果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阴虚的这种问题的话呢 我就会很容易口干舌燥 我的嘴唇会很干 干得要裂的 然后口很容易干 然后干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到一半也会干到要咳醒来的那种 然后要爬起来喝水的那种 那因为也要经常讲话 所以呢 我的肺部就很容易 就是干干 然后气就不好 气就不好 然后我曾经有试过 但是我还不会这个师父的时候 一年里面我可以失声四次 就是因为讲太多话 然后没有声音了 一年发生了四次这么多 所以我自己就想 哎呀 当然我有找中医师帮我做一些调理 那后来呢 我就发现 当我有更多的那个中医食料的尝试 再加上我了解了这个银耳的一个效果之后呢 我就觉得 嗯 这个是我经常要做的一个食谱 来帮助自己可以保护我的肺部 还有让我的整个人不会那么干 所以呢 当我很consistent的 就是很规律的每个礼拜一到两次 炖这个 这个所谓的糖水 就发现呢 哎 我的 我的那个嘴唇没有那么干 我的睡眠也会比较好 我就晚上不会说喉咙很干到要起床喝水 然后同时呢 肌肉酸痛的问题也有一些环节哦 当然我还有用其他的方法 但是我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就是食疗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方法 当我懂了之后 我搭配了过后 哎 真的有很大的改善我这种问题哦 那这个食谱是什么呢 其实最基本的材料就是银耳 莲子百合 还有陶胶 那我自己也会放一些男性北性啊 然后我会炖梨 OK 我会放那个蜜枣啊 我会放那个食封糖这样子 然后就很润 OK 那吃了过后呢 就让我这个肝的问题 或者是热气阴序的问题 就得到改善 那银耳它有很多的名称 它有叫 有时候叫学耳银耳 那英文的名称就更多了 那基本上指的都是这种白色的银耳 那它里面呢 有含丰富的多糖体 OK 这些多糖体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是很好的一个保护性的功效的 然后抗氧化剂 那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留水分 这个就是所谓的润的一个概念 润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的身体可以保留水分 因为有这个效果呢 所以我们的皮肤的水分 水分和油脂的平衡就会比较好 所以它就会起到美肤的作用 OK 有很多人说 银耳可能有胶原蛋白啊 什么 其实它那个概念不是这样的 胶原蛋白只有来自动物性的食材 植物性的食材是没有胶原蛋白的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理解植物性的 就是说有时候你吃了一些植物性的东西 你会发现自己很润 并不是说它里面有胶原蛋白 因为胶原蛋白本身就不存在于植物 这个呢 我们从营养学很难去理解它 我们就要从中医的食料的角度去理解它 在中医的食材归类里面呢 润的食材有什么功效呢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保留水分 那就间接的对我们的美肤就有一个作用 OK 这个我觉得应该这样子来理解 所以呢 因为可以保留水分 所以我的肺部就不会那么干 我的喉咙不会那么干 我的皮肤不会那么干 我的肠道也不会干干的 所以我就不会有便秘的问题 这个是 这个点呢 就需要从中医这个润的角度去看它 如果我们只是去看它的西方的营养学的那个营养的价值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不到它为什么会有美肤的一个功效的 那同样的 银耳像其他的菌菇类一样都有很丰富的血溶性纤维 所以呢 吃了过后我们第二天的排便也会很好 所以对肠道也有一个保护作用等等 这个 这些营养价值呢 都跟其他的菌菇很接近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尽量混着去使用 那这个银耳的话呢 其实不 虽然它是润 但是我们的食谱也可以多变化的 比如说我妈妈就很喜欢用这个银耳来煲汤 所以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一定要炖那个糖水才可以 就是也可以去煲汤 那我也在我们以前营养学院里面有吃过一道 就是菜就是银耳泡开了 然后也可以用它来炒一些菜哦 搭配菜呀 豆腐这些一起吃也蛮有新鲜感的 大家都不妨试一下哦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润的概念 刚才我提到说 很容易发热气的人 其实就是身体没有润哦 这个问题 那这里就需要一个概念来理解 比如说一部汽车 当我们身体很热气的时候 我们的车子就好像水滚了一样 OK 那车是需要热才能够运作的 对吗 所以我们要添油啊 让它有热能才能够运作 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哦 这部车其实也要有一个冷却系统 cooling system OK 如果说我们车子的冷却系统不好的话 我们的水是不是一直都中发掉 所以你开车开到一半 哎呀冒烟了 你要停下来以后加水 然后你加水 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好 你没有去修理 这个冷却系统的话 你即便你一直开 你一直加水 那个问题还是一直在 所以呢 热气的感觉 或者是说阴虚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不管我喝多少水 可能我一天喝到三个 三个liter 四个liter的水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热 我还是很干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身体保留不住水分 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个润的一个概念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 身体需要热能 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冷却 所以它是一个balance 它是一个平衡 那可能我们的这个热 这个阳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engine 我们的这个引擎是OK的 只是说我们的冷却系统不好了 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水 就一直保留不住 那当我们去炖用银耳 比如说血耳 银耳这种食材 去做一个 去煲汤啦 去炖东西来吃的话呢 其实 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冷却系统 我们说滋阴 或者是说润我们的身体 那润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让水分在身体里面 获得保留 那我们身体就不会干干的 就不会一直发热气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 所以这一块是我觉得蛮 就是以我们华人的一个食疗方面 传统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样的东西 然后以一个营养的角度 其实很难去解释它 但是呢这样子讲解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 我们阴虚的人 或者是体质比较热气的人 确实需要经常去做一些润的东西来吃 那银耳或者是血耳的话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 好 那我们再看看 还有一些经常会用到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香菇 就是日本啊 中国 这些料理都会有 那通常我们买到的都是干品 所以我们要做浸泡 那浸泡多久呢 其实只要它发开来 然后软软的就OK了 如果再浸泡过久的话 可能我们又担心会有 长菌的一个问题 所以浸泡好了 通常我看到它软了过后 我很难讲得出一个时间点 因为它跟你同时浸泡多少朵 香菇有关系 然后你用热水跟常温的水也有关系 所以只要你看到它软了 你就把它 我就会把它盖起来 密封 就是用那个熟餐盒 就是可以封 我们说A钛的密封的那个盖子盖起来 然后我就放在冰橱里面 保存可能半天这样子 然后晚上可能我就拿来煮 但是也不能够放太久 然后呢 这个香菇经常吃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疲劳的问题 它对肝脏也蛮好的 所以可以就是帮助我们预防肝炎啊 肝病啊这一块 那其实所谓的超级食物 刚才一开始我就提到菌菇类这个大家族 就是超级食物的一种 其实超级食物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很容易可以获得的食物 就是说不需要很贵很贵 或者是很稀有很稀有 很难才能买到的 这一类食物呢 是很容易买到的 第二呢我们吃的量不需要多 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香菇 我们可能炒个菜或者是煮个什么肉啊 这些我们也不需要用到很多的量的 只要你经常 它经常会出现在你的食物当中 可能一个礼拜你会出现两三次 当然你可以轮流使用不同的部类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呢 这样子的一个量呢 其实就能够长期对我们的身体 有一个好的效果 一个好的保养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有三个重点 第一它不会是很贵的食材 第二呢 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然后量呢是不需要很大量的 第三长期 所以并不是说我现在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吃了两三次 我就希望它好 不是这个概念 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可能一年两年下来这样子 或者是几个月下来 慢慢的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身体 会有不一样的 一个就会比较好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超级食物的重点 大家记得 第一就是很容易获得食物 第二呢不需要大量 但是常常会出现的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然后第三呢就是长期的一个效果 并不是说使用一两次 就可能说觉得就看到效果的 那这个香菇呢 它对于抗病毒抗细菌 就是维护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感染的问题啊 流感啊肺牢过敏等等 胃溃疡这些都有一个整体的 一个帮助 但是大家要记得 它真的比较难消化 所以呢我的建议还是闷 闷得久一点 其实闷多久我也很难说 因为你要看你一锅里面 有多少的食物 所以呢你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大概大概这样子 那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组的够久呢 就是如果你第二天 你发现你的排便是很顺畅的 就等于说你做对了 OK这个我们要自己去观察 OK然后呢 对这个就是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菌菇的一个大家族 它整体的一个营养价值 它基本上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 我们的肝脏 我们的神经系统 我们的消化道还有免疫系统 这五个大系统都有很好的帮助 像这里看到的什么 四环五环三铁化合物啊等等 其实它就是不同种类的一些 抗氧化剂 或者是我们说的 一些就是对帮助我们 可以稳定我们免疫系统的 一些营养素 那还有就是菩聚糖 这个多糖体的菩聚糖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降 像胆固醇啊 其实跟它的血溶性纤维有关系 像胆固醇啊 然后也是可以维护我们的免疫细胞的功能的 所以整体来说 这些都是菌菇的一个营养价值 那我也不鼓吹说大家只吃一种 我鼓吹大家是轮流去使用不同的菌菇 但是记得要煮的够久 不然的话消化不好的人呢 就会觉得脏气很难消化 然后你可能吃了也就感受不到它的这些功能了 然后呢 这里我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针对蛋白质来源 其实呢 为什么我会很推广 菌菇是因为对我来说 它就符合了我优质蛋白质的一个定义 对于我来说呢 什么样的食材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呢 是第一 同时 它可以提供比较多 比较高的抗氧化剂 或者是说 植物营养素 这一块 同时呢 它不会让我们的胆固醇提高的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吃很多的肉类的话 它就会让我们胆固醇提高了 所以对我来说 肉类反而不是优质的一个蛋白质 那 当然我们 我不是说真的不要吃肉 我们还是可以吃 就是餐盘四分之一 或者是八分之一的一个分量 那另外的部分呢 我们就以这些 好的植物性的食材 来作为我们增加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就是搭配肉类 这样子 或者是说 针对素食者来说 就一定要每天都要吃到这些东西 那这些是什么呢 豆类 顺骨类 菌菇和坚果都是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菌菇 OK 同时它有提供我们很多的营养素 也有那个抗氧化剂 止化素 同时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打固醇 这些食材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打固醇的 OK 那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抗氧化剂 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也同时是因为它们里面的水溶性纤维很丰富 但是记得菌菇 还是那句话 要煮的够久 OK 那豆类和全骨类呢 其实去年我们也分享过 就是要浸泡 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的 好 最后呢 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的完整均衡的健康大餐盘 从早到晚呢 我们把如果我们能够吃到的食材 都放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餐盘的话 第一 你能不能够把它归成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蛋白质的来源 那像这个部分就是 它可以是动物来源 可以是植物来源 那今天讲的菌菇就是其中一种 我会把它归在蛋白质来源的食材 OK 那第二个部分呢 大餐盘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补类 就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啊 主食啊 淀粉类啊 或者我们说的粥粉米粉 OK 然后餐盘的另外一半呢 就是蔬菜和水果了 那也要提醒大家 蔬菜一定要多过水果哦 你可以不吃水果 但是你不能不吃菜 OK 好 这个就是我每一次 我都会跟大家复习的 完整和均衡的健康大餐盘 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就是 多增加一点 做得再好一点 每天一点一点的这样子 去慢慢的改变 那日子久了过后呢 你自然就会发现 自己的身体啊 精神啊 免疫系统也会比较好的 好 那我今天的主题的这个分享 就到这里 这个是我脸书的网页 如果你们想要 就是看到我平时做的一些 分享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网页 好 那我就把时间交回给小薇老师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 Juzen Place的 嘉惠老师 好 今天跟我们谈了 大家都常常会用到的禁锢哦 那下个 下一次我们再跟老师碰面的时候 是6月8号了 那时候呢 老师要跟我们谈 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要碰到的 面包的问题哦 老师会跟我们谈谈 到底怎么选择 跟搭配面包 我们可以获取最高的营养素 我们6月8号再继续跟 我们嘉惠老师 再继续跟他学习 那面子书的朋友 我们5、6月 其实我们已经开启了 新的一个学期哦 那我们欢迎欢迎你们呢 就是报名来参加 我们Zoom讲堂的这个公益平台哦 因为我们每一次在PPT 老师开讲完之后呢 我们还会有半小时 近距离的跟老师交流 好 那整个5、6月 我们一样哦 星期三 我们都是上营养课 不同的营养师 来跟我们分享 这些部分哦 那详情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只要跟我们报名哦 就可以在我们的那 报名表格里面 可以看到完整的 整个5、6月的 这个课程安排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 这么讲堂的交流时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